藍因這邊是連遊戲規則 目前都還沒出來 只唯一確定的就是 黨主席吳敦毅宣布不參選了 那麼接下來這個豬王兩位 是不是也要表態說是要退選嗎 還是也要有人來勸退 那勸得動嗎 譬如說王金平 他在昨天的時候說 選舉公報上會有我的名字 這個態度很硬 在今天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勸退 而且我選我自己的 我從頭到尾就說我選到底了 好 那麼針對前總統馬英九 他說現在針對外界 希望國民黨大佬來出面協調 總統初選 但馬英九說他能幫忙一定會幫 所以來看看國民黨這一邊的 那麼預計4月份的提名作業的部分 目前是暫緩的情況 所以接下來原知 國民黨這邊現在應該也是進入到了 既然黨主席說不選 所以進入了要勸退豬王的階段 我在想說國民黨的初選時程 應該會延後 我自己這樣覺得 現在國民黨的狀況 跟民進黨狀況有很大的不一樣 很多人說國民黨亂 但是其實國民黨現在的制度 並還沒有討論出來 大家還在研究出 怎麼樣推出最強的人選 這個是黨內大家都有共識的 但民進黨很誇張 民進黨是他的初選 制度已經定了 然後大家也 還沒討論出來 還沒討論出來 已經領表了 沒有 要說瓜瓜我們的公辦證 我們的證件會要怎麼辦 然後選哪個電視台 提問人是誰 這都還算是 他們籃球已經打了 然後在想說三分線 應該畫在哪裡 然後界線在哪裡 俊哲辛苦了 所以很誇張 賴清德已經領表了 已經登記了 大家都以為4月18號 已經確定人選 結果中止會通過 延到5月22號之後 還不知道是哪一天 所以很誇張 這是非常非常誇張 賴清德臉都綠了 可是你國民黨目前也是搞不定 還說別人 我們國民黨搞不定是說 我們怎麼樣推出最強候選人 其實大家都知道 政黨的目的 就是要推出最強候選人 他們不也是嗎 可是沒有人在登記之後 還在改制度的 沒有說籃球打到40秒 一個人領先了 對不起 先暫停比賽 我們再增加20秒 打到另外一個人贏為止 沒有這樣子 只能乾脆直接沒收比賽 就直接提名他就好 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至少 還有一個制度存在 其實這政黨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維持黨內民主 另外一個就是 希望透過一個制度的設計 可以推出最強候選人 過去都是這樣 比如說民進黨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制度 卡到陳水扁 因為有個兩年條款 可是當時的主席 他們的主席就把那個修掉 就讓陳水扁順利出來 陳水扁順利當選人 國民黨也曾經有 幫馬英九修過制度 所以修制度 我個人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沒有說制度已經啟動了 還在改制度 這是全世界沒有這樣的作法 只有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的一個 親身帶一個非常優秀的 一個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他就講他做民調 有八成的人認為民進黨 這個作法是非常誇張的 而且他指出 他說這個會讓誰占到便宜的 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支持者 大部分是中間選民跟年輕人 所以當民進黨越亂 或者是國民黨沒有快速整合的話 柯文哲的聲勢會逐步上升 這個是高嘉瑜的說法 民進黨的這個家務事 我們就不太多評論 只是我一直覺得很可憐 像我們這個圖卡對不對 蔡英文跟蘇貞昌笑得越開心 我就覺得賴清德越沒落 這就站在旁觀者的立場 我覺得我們其他黨的人 應該要給賴清德多一點鼓勵 因為賴清德被民進黨欺負成這樣 真的是還滿可憐的 就要可以一下嗎 賴清德講 你們懶得民調會給蔡英文 民調是不是 因為我個人是 我個人是比較同情 那種被欺負的人 當有一方越阿爸 另外一方顯得越可憐 越謙卑的話 我會比較支持 你還是要回答我 賴清德 那是因為他被欺負 我們得到越人之的好答案 他被欺負 我自己個人 問題是民進黨修改了遊戲規則 之後真的是就得了蔡英文的選情嗎 這才是重點 請我們還是重新澄清一下 第一個 沒有停止初選 第二個 所有的流程 只有改變遊戲規則 但其實真正的問題是在於 既然當初 可能只有設計蔡英文一個人 來做初選 比照過去幾次的總統初選 可能也都是大概5月底 這時候來進行 所以其實如果比照以前到現在 也沒有什麼改變 只是我們希望這次還是能 既然是兩強要相爭 要把自己路線講清楚 必然要把這所有 跟大家溝通的管道 包括媒體怎麼去散播 什麼樣 讓他們 君子 我問你 你講完了 跟沒講一樣 我幫你講好不好 我講 我講好不好 你還是讓我講 蔡英文 我跟你講 我現在幫你講一下 因為有些話你不敢講 我幫你講好不好 蔡英文就是我阿爸了 我告訴你就是我選 我也是中世偉 他沒有阿爸 我跟你講 沒有阿爸 蘇貞昌你看笑得這麼開心 幫他講什麼話 你們所有民進黨裡面 你們就為了協調蔡英文 可以把出選時間一直往後延 這個決定就是阿爸 蘇貞昌應該是跟賴清德是最好的 沒有 你騙人 我跟你講 沒有 真的 我跟你講 蘇貞昌絕對是在幫蔡英文 你看他把銀行的董事長 都換掉了你知道嗎 換掉就是幫蔡英文在輔選 為什麼 這些人可以掌控國民黨的精源 誰要幫助國民黨 我就抽你的銀根 我告訴你講 全部在搞NCC 不是幫蔡英文嗎 蔡英文講說我成績快顯現出來 為什麼 NCC快要把媒體的東西殺光了 你們都沒有媒體的新聞自由了 我再告訴你 銀行也沒有你放款的自由了 客戶權益你也不會保障了 再接下來我再跟你講 再搞台獨 跟港獨所有的合在一起 再搞 再搞學運 我告訴你 你們民進黨所有的事情 是跟著蔡英文的意志去走的 整個的局勢走下來我告訴你 賴清德已經是敗了 他現在是獨孤求勝 獨孤什麼意思 沒有人幫他 你看賴清德在那邊 真的拔劍事故心忙忙什麼意思 是他身邊都沒有人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前面沒有敵人 你現在看整個的局勢 其實你們很清楚 而且黨內的對黨潮 這長效應也出來了 很正確 其實 賴清德黨在這次的 沒有 有一點 我要講的是有一點 因為這一次其實 我們在中指會裡面 其實大家好像反對的聲音 沒有那麼強 那也不能只有 就一直講說我們問中 我們中指會 當天開完會 大家幾乎臉書都會罵翻 但其實我還是必須解釋 當天沒有很極力反對的意見 反正包括可能原本 但清德他存在的派系 清潮流也都沒有特別有人 有提出反對的意見 他有一個林俊憲是他子弟兵嗎 他有警局開會之前 被帶到一個小房間 然後出來之後他就沒有反對 當天我在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比較清楚 一開始開會 就直接進到我們大會議室 你所說的小房間是之後 他們在休息時間 各個派系的頭一起進去 包括陳菊花媽 他也都在裡面 能夠見證這一切 並不是公開的一個行程 大家都也看得清楚 然後所有的媒體都在外面 所以包括誰進的小房間 出來以後 大家都拍了一清二楚 所以我比較不了解說 既然如果支持賴清德 力量這麼大的話 當天為什麼幫賴清德 講話得這麼少 所以我覺得如果急著 只是要顯現這次初選的成果 我覺得倒不必 我真的覺得最大價值是 如果蔡英文跟賴清德 雙方可以溝通出 他們不同的價值 我想這才是初選最重要的目的 可是問題是現在退黨 你想看 1124之後 退黨的人有多少了對不對 而且現在還不罰黨內大了 那民進黨過去的過去式 已經過氣的 在檯面上沒有一個會退黨的 檯面上好像還沒有聽說退黨 對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蔡英文已經贏了 水域民委員 我覺得剛剛俊哲說 我們民進黨還是有初選 這句話聽在很多人的耳裡 都覺得這肯愧要變成一個笑話了 就是說民進黨的初選 其實以現在的形勢走下去 我覺得你們會變成是沒有初選 我必須這樣子講 我只想問俊哲 你們的中職委真的認為 你們還會繼續走辯論嗎 有辯論嗎 應該辯論會改對不對 然後522之後 什麼時候要做民調呢 如果蔡英文還是輸的話 那個民調做嗎 不做 再延一次 延到蔡英文民調勝為止 所以你們的初選制度 已經完全走樣了 就是說最後 等到蔡英文會贏的那一刻 然後那一刻就做完民調 然後蔡英文贏 好 那就是蔡英文了 所有的選舉制度辦法 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你們作為中職委 沒有一個人覺得對賴清德不公平 我真的覺得非常訝異 那麼多的中職委裡面沒有一個人 就像你剛剛形容的 沒有人要幫賴清德大聲講話 沒有人要去守住這個程序正義 這樣的一個民進黨 真的是會讓大家 為什麼高嘉瑜敢公布那個 說有八成的民意 是反對民進黨這樣做 因為你們沒有守住基本的價值 那個叫做程序正義 沒有守住 我更訝異的是賴清德的態度 就是一開始要出來跟人家選的人 然後他自己這個遊戲規則 被改成這個樣子 他好像會不會也太君子到一種 好像大家沒有辦法正視他的存在 只用臉書 中職會這樣改了之後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是某種程度的妥協 當林俊憲人家問他說 這樣改會不會怎麼樣之後 他說還好 還好 所以賴清德現在還抱著一個夢 他說他這時候的妥協 他以為他可以換取到辯論 跟522之後的民調 不是 因為目前多份民調都他領先 對 他以為他還可以換取到這個 所以他妥協了 但是我覺得他的妥協到最後是 他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出現了 因為他一讓再讓之後 他其實就出局了 你看看蘇貞昌今天的講話 跟蔡英文的講話 我覺得賴清德其實是真正 意識到民進黨危機的 但很可惜 民進黨這個政黨已經不在乎了 就是說大家都擁護蔡英文 只想要就是在蔡英文底下 看分到什麼樣的好處 賴清德老實說他為什麼站出來 因為他幫郭國文打那一仗的時候 他累死了 他苦死了 他知道說人心真的已經變了 所以他才 他講那句話是很真的 600多萬選票已經分散了 意思就是說你蔡英文 再也拿不到這600萬 怎麼樣把民心換回來是重要的 結果蘇貞昌竟然呼應蔡英文還說 人家票不是這樣算的 每一次選舉的票會不一樣 這根本就是雞同鴨獎 當賴清德死命要告訴大家說 人性已經改變了這件事 他們根本不想聽 覺得你看蔡英文的講法 我們滿意度在上升 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沒有什麼要改的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他九合一為什麼敗 而當時蔡英文他說 蘇貞昌最知道九合一 我們敗在哪裡 我看現在蘇貞昌全力一上手之後 他也不知道了 也都暈了 都不知道他輸在哪裡了 所以你看總統不知道 這個行政院院長不知道 民進黨的中執委大家覺得我們很好 還是蔡英文最好 所以你覺得最後還是蔡英文 而且也不會有蔡賴沛 不會 我覺得不會了 因為以這樣的形式看起來 蔡英文會非常的霸道 到讓賴清德沒有任何的空間 你說賴清德這樣子被打壓 他怎麼還甘心 將來還要在檯面上 這樣消呵呵的跟蔡英文 可以變成是一個團隊出來打 我覺得那個的嫌隙 那個分裂已經是擴大了 賴清德可能不是蘇貞昌 也不是謝長廷 過去蘇貞昌 謝長廷 他們打成這樣子 最後在基層民一拱的底下 最後還可以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看 賴清德脾氣還滿硬的 所以如果在這個初選過程 522之後 真的連民調什麼都沒有做 他就出局了 我覺得民進黨的分裂 正式也開始了 這樣子嗎 我覺得還好 因為賴清德還是一再展現 他的君子風度 所以加上他遇到一個真正的問題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這次真正最大的問題 不要緊張講兩句話 沒有一個 因為在總統初選的民調 他是必須對比式的 現在到底民進黨要拿誰來對比 還是沒有一個定數 加上其實大家也都感受得到 如果真的國民黨 然後徵召韓國瑜 也要讓他程序走完 我們這程序在搭配上 如果要對比式知道是誰以後 也是比較精確一點的民調 所以其實民進黨在怎麼急 我想如果這樣的民調不精確 誰輸誰贏大家都不服氣 所以現在把它移到522之後 我想賴清德還是覺得可以理解的 到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就要了解一段時間